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对比上一届509大选时 行动党的领袖林冠英、尼可敏、张念旬、高宾兴、潘建伟、郭书静等人 倾巢而出 轮流拍短片 敲锣打鼓地向选民宣传他们的希望宣言 保证一旦执政 马上承认同考 废除大道收费 降物价等等 来到这一届大选 西蒙在推荐了自己的宣言后 行动党几乎完全没有再向选民去谈他们的宣言 这么低调的作风 实在是有够不像行动党 可见经过宣言不是圣经的教训后 他们连自己的宣言都不敢相信 也不敢大肆宣传 反倒我们可以在各大社交媒体上看到 他们宁可花时间用非正式的管道 散播一些似是而非 混淆视听的假新闻打击对手来赢得大选 比如行动党和亲行动党的支持者 持续散播柔火王储 指责国阵领导人是垃圾 要选民在大选丢垃圾的假新闻 企图利用王室的名气来煽动选民投西盟 然而事实是柔火王储已经澄清这是一则假新闻 并且已经针对以上的假新闻报警 在这节大选 行动党再次通过消费赵明福来打击对手 过去行动党一纵领袖 包括张面群 林冠英 陆造福 霍树进满怀正义 扬言要为赵明福讨回公道与捞取选票 然而在当官后竟然集体静静 在西蒙执政时警方的调查没有音讯 总检察长甚至将调查方向改成非法囚禁 赵明福妹妹和相关人士批评 西蒙在赵明福案件上根本没有作为 到最后只是一场空 这个才是大家不可以忘记的真相 再来是这个乌卿团兼部落客 帕帕哥莫的制图 新行动党的网军制作了一张帕帕哥莫 声称华人和印度人没有投票权的图片 再配上他之前和马华领袖的合照 以制造马华支持极端人士的假象 来煽动华裔选民的情绪支持西蒙 然而行动党没有告诉你的事 帕帕哥莫早已被巫统冻结了党籍 马华也绝不支持任何人发表极端的言论 行动党和亲行动党的网军 故意制造假象来污蔑马华 欺骗选民 我们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小人之心 通过以上事件我们可以发现 行动党在这次大选的策略是 没有理念 没有正刚 只有假徒乱乱传 他们连自己的宣言都不敢相信 不敢宣传 只能不停在社交媒体上 制造假新闻和重操旧闻 来污蔑打击退手 行动党连宣言都可以是假的 只有假新闻是真的